就是跟仇人三人組今天就是坐在一起喝酒啊 就是好不容易殺死哥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三個人不是仇人啊 其實戲裡面我們三個非常的緊密啊 我跟戲裡面的高柯威亦比亦有 到後來呢雖然我喜歡林文儀 但是後來我轉來喜歡高柯威了 發展出一戰相當濃烈的友情 你再講下一度嗎 然後王永傑去偷了謝神君的金子 不是啦王樂樂去偷了高柯威的 然後懷了高柯威的小孩 所以我們三個人戲裡面雖然音樂糾葛 但私養我們是很好到的朋友 其實我們三個是同公司的 師兄 師姐 我是師弟 我們是頭褲公司的 頭褲公司 我們同一家經濟公司的 就是那因為女傑她從一開始會講胎 然後到後來才越講越練 就是大家有什麼樣的感覺 這一點你比較感謝宰哥 因為宰哥真的是都幫我幫我 因為我真的是進來 我真的很緊張我妹妹子 我趕進來就是 因為我知道是跟宰哥對付 就想說他應該會幫我 然後真的辛苦他了 因為休息時間他要除了背他自己台詞 他還要幫我翻譯 沒有沒有我覺得最大的功勢 是他自己背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很背 謝謝你 這一點我跟宰哥先生 我們兩個都給王宇傑高度的鼓勵 我真的覺得他的認真程度 在現在足以成為一些 年輕演員的表賽任何的表演 謝謝 真的 他這一點真的非常非常的優秀 謝謝 而且我覺得他演的其實 有可能比蕭瑤瑤瑪 蕭虎 蕭虎 蕭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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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 小虎跟肯定都蠻厲害的 很厲害的 那小虎哥因為那天就是 因為你們的那個就是 婦女兩個最後一場戲 是你在病床上面 然後看那個孫子的照片 這樣子 然後就跟宇傑對齊 其實那一場感動很多本戲 對 那你們是當時怎麼樣去培養那個戲 好這個我來回答 所以那天也不趕我示 我跟你講 他們兩個呢 根本就不需要培養 他們兩個太厲害了 前一刻呢 五十三個開始之前呢 他們兩個還在玩 還在鬧 結果 五十三個開始 他們兩個哭得像什麼樣 他們兩個真的太專業了 我想那天其實 因為各位人生也準備要 要要要要 要圓滿地收關了 其實從去年到現在 其實也有感情 然後那時候戲裡 旁邊的是王宇傑 然後我正對面是林文宜 還是王宇傑 然後看到憲德軍 我就哭出來了 因為所有好事 都他一個人招包了 好其實那天 劇本其實寫得蠻好的 然後要離開 甘味人生 這個大家庭 其實也難免會有 一點點感傷 但是OK 是不是 我看他其實是 哭笑不得 你知道嗎 但是真的很開心 我看也請大家 我們三個人都一樣 希望大家 支持甘味人生 也支持我們新的家人 對不對 對 因為我看小魯哥就是 你上戲的時候 都蠻有趣的 這樣 你們跟他上戲的時候 不會笑長 喔 宰宰哥他不會笑傻 因為宰宰哥他不會看我 他眼裡沒有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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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次好像我 沒有見視線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他平常太搞笑 所以 所以 無中作樂嗎 又開心 不是 我剛剛跟吳姐講說 其實他不在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懷念他 他休息的時候 我覺得想念會比較好 懷念比較好 但我跟你講 這場我跟吳哥 最新之後 我真的練到 怎樣弄我 我都會笑 我覺得有一場 我們在教會 那你現在在教會 就是我要視線往外看 然後 小魯哥要後面進來 顧著後面進來 他就手 就是在門 就一直手 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想要憋笑 真的你記得嗎 我記得 而且那一時候我還講 就說 雖然小魯哥現在只有25歲 那我們就說 他80歲才很長 好可能 那你25萬才告訴我 這樣出門 太開心了 對 然後小魯哥接下來就是 下一檔星系 是溫馨之家 對不對 然後我照你 有一個出版社的老闆 然後一天到晚 要對可麗姐 推稿 你有期待嗎 就是一天到晚 要對可麗姐 要推稿 對 那你對星系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對星系 有著相當相當大 但因為這個角色 不能說得太明白 但是可以稍微拖樓一點 他跟我以往的角色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希望這次 跟所有的 溫馨之家的演員 合作得愉快 就像岡位人生一樣 然後編造佳擊 編造高壽日律 那唯一一個小小的請求 請各位觀眾朋友 就想支持岡位人生一樣的 支持我們溫馨之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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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